用函数来解会先用if 因为我要判断什么 左边一样 他这个题目也这样 左边是资料来源 也许可能会在不同工作表 不过因为我们练习关系 我把它放一起 右边是我要查询的界面 那也就是说我这边希望向下拉的时候 里面当然有总共有一个下拉清单 这边有123班 如果我今天选一班 那一班就出现 二班就二班出现 三班就三班出现 OK那我如果希望怎么样 当他那个跳动的时候 123的时候 那他自动帮我把资料抓到下方就可以了 可是问题 如果你要用那个函数来做的话 第一个可能要用if判断 是不是跟他一样的班级 如果是就是把列号告诉我 不是就no 再来做排序 排序的话用small来排序 不过small的话必须用正列 所以这边外面有大刮符 必须用control shift加enter 那这个还没结束 再利用index去把资料抓过来 再利用ifl去把底下的东西清掉 而且全部要在正列里面执行 当然我之前有讲 不过我讲得很辛苦 大家听得也很累 后来我发现 这个警工 后来我发现这种东西真的用VBA来解 会相对的简单 所以函数如果有兴趣同学 自己观看云端白板的解答好了 我觉得还是把主要心力放在VBA上面 那VBA的话呢 其实它的做法就是一样 下拉自动就出来了 OK 那可是VBA的撰写方式 我觉得还比较简单一点 它的逻辑上 因为我要查什么呢 查的是这个班级 所以呢我可以 第一个这个是range的h2 那我可以怎么跑呢 就是forI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或者到第十二列 写一个回圈 forI等于2到12 那做什么事呢 接下来的话做逻辑判断 if我抓到的A栏里面 sales ID的A栏里面的东西 如果跟h2一样的话 我就把它的BCD栏怎么样 call到下面就好了 有没有 如果不一样 那就跳过 就不call 这样不就它动 它就跟着动 所以程式会写吧 应该简单多 好像之前我们写过类似的 对不对 OK 那我们可以来试试看 首先我们来这个把它save一下 首先这个是空的 这里面现在不能动 那我们干脆就是直接跳过前面函数 我直接讲VBA好了 那VBA的逻辑是这样 那第一个一样 开发人员里面 我们找到一样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一个这个模组 这个模组的话 也许模组save 插入一个save名称叫班级好了 或者叫查询 OK 假设 查询 假设我要查询那个资料 假设我看 最好跟这边一样 也许答案的话在326这边也有 尽量把它弄 这边我刚提过的可以用一副 small index if 这这么多 做完 而且还要用大瓜糊 插入去比较enter 你不能自己打大瓜糊 你要用插入去比较enter 资金正列 才能做出来 这边 那VBA的话呢 我用班级 我再用一样的名称好了 OK 那写的方法的话 基本上的话插入一个span级 接下来做什么呢 其实一样 首先的话呢 我们就照之前写的啦 所以以后你要慢慢培养一种 写VBA的那种感觉 如果你可以有那种感觉 你自然就可以很快写出来 所以for i 等于第二列 所以打一个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那个最下面一列 当然我打12好了 以后你自己再改向下 追踪那一个写法 然后再来怎么样呢 做一个逻辑判 if什么呢 sales 哪一列呢 第i列里面的 A栏 如果里面的资料怎么样呢 跟那个range的h 所以这边打一个range h10 h2 里面的资料是一样的话 then 做什么呢 帮我把资料搬过去 end if end if先打 那资料怎么搬过去呢 就是把后面的资料搬到前面去 所以呢我们把 这个是要搬的位置 这个是 搬的资料 所以基本上呢 前面应该写这个 所以我要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的位置是 哪一个储存格呢 可是问题一个 就是哪一列呢 它一定是从第五列开始 所以一样嘛 我在这边先预设一个k k等于什么呢 预设值就是 我要写到哪一列 从第五列开始 为什么第五列 因为这边 假设是空的啦 我要先放在这边 放放放 放完之后再放下面 再换下一个 所以基本上的话 我一样嘛 k预设值等于5 那我这边的写法就是说 我把那个sales 里面的哪一列呢 第k列 哪一栏呢 哎 有没有发现 它刚好在区栏 所以你就放什么呢 放那个区 区栏里面的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就输入一个区 等于什么呢 等于 这边的话应该是 sales的 i列 应该的 b栏 ok 所以把这个 b栏的东西 它同一类的b栏放过来 那ease 类推啦 下一个的话呢 其实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把那个什么呢 把那个 g改成h gh 然后 再来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c 这边c 掉过来 有没有 那ease 类推 所以总共会有4栏 那所以就是再把这个g i 只要不要打错 这边改成d ok 那所以你会发现 拖拉复制这一招很好用 其实我在打程式 很多时候 都是一只手完成的 因为我其实 另外一只手还要拿麦克风 ok 所以其实打程式不一定要快 要打对 ok 要知道打什么 所以你会发现 知道逻辑很快就写出来 那再来的话呢 k怎么样 等于 k 加 1 ok 程式写完了吗 还有吗 好像就写完了 ok 这样就ok了 有没有 有没有比较简单 我是觉得好像写vba 会相较于刚刚那个用if small index 还要if air 还要执行正列 我觉得好像这个比较简单 再来的话 我们来试试看 他们的work 比如说他现在是二班 对吧 执行看看 Check应该没问题了 有没有错误 没有 执行 出来了 二班 有没有 那如果今天要什么 要三班的话 那一样 不过你会发现 这边应该多个按钮 给把这个按钮加起来 翻期 如果我今天把这个按钮 做完之后呢 再来 三班按一下 那再来的话 一班 不过这边会有个bug